基隆河完成整治工程之后 现在整条河的河滨步道都变成了沿岸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地方了 现在圣诞节就快要到了 后的里长陈有亮他就把圣诞、红、盆栽都挂在树干上 今年则是在基隆河步道边种下了一株株的圣诞红 很有过节的气氛 来到基隆河步道后德里这一段 看过去在绿绿一整排的金鹿花之外 最前面的一个区域全改种上了应景的圣诞红 相当强眼 圣诞节就快到了和往年不一样的是 今年里长是将原本挂在树上的盆栽 改为种在土里 要装点基隆河步道 河滨步道家我一向都是做整排的金鹿花 因为这边的圣诞节我是说 你们跟着一个口味的 跟着圣诞红 因为圣诞红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盆子楼井的 我是放在土壁或是放在我们的那条顶 但是我今年都将在土地的树上 因为在当年这边的范围还会华 华的时候因为这边是整个人在运动的地方 你们看得比较漂亮 而当年的会大十公里 我们里长很用心 要一些圣诞红 有季节性的来美化我们 我们的河滨公园 是后花园 还买了一些花花草草的真的很漂亮 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 大红色的圣诞红很吸睛 尤其在绿树及一整排的金鹿花 秤脱下好有过节气氛 李明看了很喜欢 而在这段步道上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散步休闲 所以也成了绿美花的重点 除了最近又新种下了不少当季的海棠花之外 还有就是特别修剪的金鹿花 李明说俨然成了后德里的后花园 还有有人就是很用心的在去照顾他 也是在维护他 所以这样子我们里面就觉得 真的不错 我们一个志工 但来的王先生 他每天都在这里整理这个 会把门口都收到处好看 因为金鹿花是怎么要收门口 你了解 因为金鹿花生起来的时候很凶 很凶的时候大部分人走进去 都会把本所经历里面 我们利用大部分都有进入法 会把本所得多 但是它收起来的时候 会看得清清楚楚都没有本所 整个经国的美化会非常好 所以我们利用这点来做 现在圣诞红刚种下 希望持续呵护 明年能够继续开 经过不断的绿美化 后德里基隆河步道不但环境变美 就连经过的里面都说 很有过节的快乐气氛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